歡迎很嚴肅的趙哥 哈囉 大家好 趙哥 你今天穿這麼黑幹嘛 對 我有個業配啦 是那個殯葬夜的業配 所以說出來 而且要讓你懷疑 終於說出來 剛剛死都不承認 這不是啦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訪談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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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昨天沒睡好 宿醉 沒辦法 昨天宿醉啦 所以今天狀況就會比較 不是 真的 沒睡好會這樣 因為他可能睡不好 所以他需要酒精 是不是 應該這樣講 我其實長期不是 失眠 我是淺眠 是長期 我比較淺眠 長期酗酒 喝沒你大 你也別再說 好不好 我們今天不要不想講話 我們都怎麼喝 也不會喝比你大 不是沒有跟你喝過 我記得他今天會牙起來 不是沒有跟你喝過 盡量不要人啊 應該這樣講 OK 我們說實在喝多一點 真的很容易睡 但是睡的那個真的是淺眠 就算我今天不喝的話 我這樣講好 我大概都一兩點睡 五六點就會起來 那你真的睡很短耶 不只短喔 其實這樣子很容易影響身體 很多的 比如說 專注力跟記憶力 對 我就自己知道 很明顯 沒辦法 像有的時候 什麼沒辦法 沒辦法記憶力 不是那個沒辦法 我不像你老公那麼厲害 今天不要惹 不要惹 而且脾氣真的很大耶 對啊 對 像這樣子 脾氣大 也是因為失眠的關係 是 淺眠的關係啦 所以還有一點 不要以為說淺眠這樣 沒什麼事 因為肝火旺 肝火旺 所以講話會讓人家覺得 你只是味道怪怪 其實是肝火旺 所以 沒關係 今天有專家在 今天有兩位都要來就診 另外一位也是 你有在失眠 我有 而且重點是譬如說 以前 大家以前會在一覺到天亮 但有一陣子 我是譬如說 每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 我會起來 就莫名其妙要醒來 然後你就差不多滑手機再繼續睡 但是你真的完全睡不好 你就會覺得非常痛苦 就是即使你可能晚上 有那麼多時間可以睡覺 但是你就是完全就是 可能會覺得 聽到什麼聲音你就很容易驚醒 你就沒有辦法那麼容易這樣 睡到六個或八個小時這樣子 對 這個真的是很痛苦 對啊 你有這個困擾完 我還真不知道 你有失眠的痛苦嗎 有 很失 多失 失眠 是怎麼樣 好好講 就是我現在很 應該是跟趙哥差不多淺眠 就是以前我是 不會起來的那種 對 我一倒下去我就 再也起不起來 再回來是七天後 沒有 然後我現在就是會變成有一點 可能就是 因為你也知道 要經營一間餐廳不太容易 然後或者是要處理很多事情 然後就 你那笑什麼 不是 不屑的笑聲 不是 他不是那種小便 有什麼好忙的 對不對 把自己講得跟就是一個 大集團一樣 好每次來 挑一杯酒給他 他 怎麼酒 然後就是很多事情的壓力之下 就會變成 好像耳朵一直打開的 就是你只要睡到聽到 你就起來看一下 然後尤其以前我不是 我養發豆嗎 對啊 你看他怎麼打呼我怎麼睡 我跟他一起打呼 他現在只要一打呼 擠來了 很生氣 真的睡不好真的很痛苦 所以今天也要請到這個 身心科醫師 今天要來拯救大家 歡迎妮雯三妮醫師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看起來氣色很好 你應該都有睡飽吧 我睡超飽的 我一樣要炸自己的招牌 為什麼這樣聽起來好討人厭 而且神醫用很輕柔的方式 講出討人厭的話 對啊 我睡得超好的 超好的 但是呢 說國人的失眠狀態 或是睡眠品質不好的 這個狀態到底有多嚴重呢 大飛要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是的 健保署統計 2014年國人年吞 3.2億顆的安眠藥 你看一個人 平均一個人 他吃了多少安眠藥 你算不出來 數學這個東西 我可能要請教大翔 截至2018年止 國人已經使用安眠藥物 已經超過9億顆了 9億 對 所以平均下來 我還是要問一下大翔 短短8年 短短8年 剛剛是說多少跟多少 已經兩倍了吧 兩倍了 對啊 三倍了 快三倍了 四年的期間 對 因為他現在有一點 年輕化 就是不是 以前都是老一輩的人 可能有失眠 現在是年輕人也失眠 對 台灣每五個人 就有一個人 就會失眠 平均算起來 真的是越來越年輕化 以前就覺得說 我們這個族群好像不會有人 吃安眠藥 吃安眠藥大概都是 真的是爸爸啦 長輩啦 阿公阿嬤在失眠 對 但現在不是耶 我現在發現 年輕人好多在吃安眠藥 真的 我整間很多是大學生來拿藥 大學生 對啊 他也有高中生 高中生耶 是因為妳漂亮 想去看妳吧 有女生也會來拿藥 對 因為有些是 比如說失戀啊 然後還睡不著啊 是 然後或者說要考試啊 要報セミナ 壓力大 壓力很大 嗯 了解 所以你看真的越來越年輕 好